接下来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们在打开一个摄像图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调用它的一个open函数 这个open函数呢 最终会对用到camera service里边的connect 这个connect呢 它会帮我们利用一个camera client 然后去执行它里边的一个处置化 这个处置化呢 会调用到我们电键抽象层 那我们看一下camera client里边的这个处置化 这个处置化呢 我们看到它拥有了一个camera hardware interface 然后呢又调用camera hardware interface里边的这个限运的处置化 然后呢 再调用camera hardware interface里边的set compact 好 那么看一下 跳转到camera hardware interface里边的处置化 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看到它会首先调用一些 获取三套信息呢 然后 这里 还有一个 调用了module 然后method里边的open 对应的就是调用到我们的module里边的这个method里边的open 因为这里的open是一个函数指针 它这个函数指针呢 会在这边去给它复一个指向一个具体的实现 所以说最终是调用到了这边指向的一个具体的open 在这个open在这个open里边呢 其实会相应的会去创建camera device t 会对它里边的这些operations去弓样 这些函数指针给它设定一个指向具体的相应的一个实现 最终呢 把这个camera device t 它的实力的一个地址呢 我们装回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把 传进来了一个handware device t 指针的指针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camera device t 它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样可以找一个实力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它这里这个module的里边camera的 这个它一个默认的实现 它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大概它有一个camere 一个camere help 然后一个example camera 一个metadata scape 主要呢 就是一个camere 一个camere help 这两个类 好一个example camera 看一下 啊 example camera key乘域camer 这里呢 是定义了一个camer类 然后example camera呢 是key乘域camer 然后这里呢 定义了一个camere help 这样一个类 这是三个主要的类 这个是google给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实现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以这个为例看一下它的open做了些什么 我们直接在sourceinsider里面看 我们知道了它有这么几个文件 我们就贴在它里面看 首先我们找一下它的open是对应的哪个 我们刚才有捡到它这里的open呢 只是一个函数指针 它最终会代用到具体的camere module t它的实力里面所指向的一个open的一个实现 我们看一下它这块的代码就知道 它camere module t它的一个实力呢 是在camere help.cp里面实现的 这个method 它对应的是一个gecamere module method 它里面的open呢 最终只向的是一个opendv 也就是最终我们会代用到opendv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又是代用了gecamere help的open 这个gecamere help是一个镜片的变量 所以说呢 代用它的时候 第一次会去构造一下它的一个实力 然后代用它里面的open 在构造它的实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gecamere这个类 好我们看一下 camer它这个类 我们进到它的cp里面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注意一下这个路径是在我们的 lab hardware module 里面的camer 它的构造函数里面呢 这里是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就知道在应用它的时候 它会对一个my device里面的comment里面的tag version close等等去给它复制 还有ops也会去一个复制 这个my device是什么呢 my device 这个例子呢 是对应的一个camer3 device team 我们这里呢 是用的camera device team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因为camera这块有两套API 这个camera device team 是对应的API1 camera3 device team 是对应的API2 我们这里是以API1为例 这里不给它具体一个默认的实现呢 是一个camera2为例 关于这个API2 API1这个事情呢 我们后续再做一个解释 这里我们把焦点继续回到我们的open上 看它都做了一些什么 好 这里我们知道它是对camera device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这些成员分量的一个复制 然后呢 复制之后 我们会知道它会通过 就是camerhave工作函数里面 用camer的时候会对 camerdevice里面的成员分量的一个复制 camerhave工作函数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 会调用到 它里面的一个open 好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open 这个open呢 最终会调用到mycamer里面的open 这个camer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起来的 这个camer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camer里面的open 不知道是什么呢 这里 有一个todo 在实现的open camera device low的 就是打开 camer的一个设备集点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module转换一下 同样给device成员分量复制 之后呢 会把camer device它第一个成员分量comment 也就是对应的headware device 或者地址 这个device给返回回去 也就是我们在open的时候 主要做的第一件事 它创建一个camer device的实力 对它里面的函数指针 和具体的一些成员分量 去复制 也就是设定函数指针 和相应具体准备函数指针的一个对应关系 第二步 打开硬件设备 第三步呢 就是返回它这个实力的地址 那接下来 camer service 又和hell 去做了哪些交互呢 我们之前也 了解了 它会进一步就用API里面的 stop preview啦 picture等等 最终也会带用到 camer client里面的 stop preview picture等等这些函数 然后进一步就用到了我们的硬件出现层 好 那我们看一下 camer client里面的这些 picture等等是怎么带用的 硬件出现层的呢 好我们找一下 picture picture 我们看到它最终 这里是 正用了my hardware的picture my hardware呢 是对应的一个camera hardware in space 所以说最终它也是最终到了这个camera hardware in space里面的picture 好那我们看一下camer hardware in space里面的picture呢 就用到camer device里面的ops里面的picture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别的 比如说autofocus也是就用mydevice里面的ops里面的autofocus or 好由此 一句我们就知道了 Gainwork和我们Headware AbstractionLayer 也就是硬件出现层的一个交互过程呢 第一步在相应的服务起来的时候 会去调用HWGETModule 通过HWGETModule呢 它会把套用层的一个动态连接库 给交代上来 然后呢 会获取到它里边所定义的一个这个名字 也就是HMI 这个通缘变量的一个地址 这个HMI呢 其实就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基于 RWModule T扩充来的一个结构体 在这里就是我们的PammerModule T 就去到它这个结构体的地址 给我们返回到CammerSource 然后呢 我们再获取到了CammerModule T 它的一个地址之后 第二步就是调用 它里边的Message里边的Open 因为我们这里知道 像这些PammerModule T AudioModule T 它都是基于HWGModule T扩充的 而且这里 有一个说明 每一个硬件模块都必须 有一个设计结构 它的名字呢 是HML 然后呢 它的成员变量的必须以HWModule T来开头 为什么一定要第一个是HWModule T呢 这就保证了我们这两个结构体 其实地址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返回到CammerModule T的指质 它也是指向HWModule T的 这个结构体的手地址 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做一个转换 把CammerModule T 转换为HWModule T 电关到它里边的Message 然后从进步调用到它里边的Open 最终呢 其实还是调用到这块指向的一个 我们硬件厂商所提供的一个Open的一个具体实践 这个Open呢 我们也讲到 有 做了 三个工作 第一个 创建一个HWModule T的实力 设定一下它其中的函数帧帧和具体测课的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呢 会打开一个应件设备节点 最终把CammerDevice T这个实力的地址返回给我们 所以说 我们Cammer Service呢 通过Open进入这边到这里边 进入会创建一个CammerDevice T的实力 然后打开进一步往底层打开Cammer设备节点 也就是去打下我们的驱动 最终呢还会把这个Device的地址 返回给我们的Cammer Service 那我们Cammer Service拿到了它的地址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和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交互 会扣到它这边相应的一个测试函数 比如说Spot Preview Take Picture等等 同样这是一个扣 我们这里还会相应的有一个往回调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Failwork 这里是以Cammer Service为例 怎么和硬件出销层的一个交互 也就是第一步 通过HwCatModule 获取到CammerModuleT的地址 通过一个指针就指向到这里 第二步呢 要用Open创建CammerDeviceT 并且获取到CammerDeviceT的一个地址 这里也有一个指针 会指向它的一个地址 第三步呢 就是和CammerDeviceT 一个具体的交互 就是要用它里面这些具体的营销 准备数准备数 就是说大Cure Take Picture等等 好 这就是 我们讲的Runtime的时候的一个 这种流程 已经是Pail和CammerDevice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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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